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们控制众议员 他们希望第一天就对你处理阿富汗问题和边境相关问题展开大量调查 他们想要对你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进行调查 还想要对你进行调查 他们甚至可能想对你儿子进行调查 对于这些正在考虑对你的家人 特别是你儿子亨特的商业交易进行调查的共和党人 你会发出什么信息 对此 拜登回答说 你们知道 我听说有报道称 无论这些报道是否准确 我不确定 但据多次报道 共和党人说过 前总统也说过 你要弹劾多少次拜登 他还称 我认为美国人民会实事求是的去看待 他几乎快成喜剧了 一般情况下 拜登演讲中提到的前总统指特朗普 当地时间8日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现场投票开启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争激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 截至当地时间9日12时 共和党在众议院获201席 民主党获182席 在参议院两党各占48席 尽管民主党选情遭遇冲击 但共和党此前宣称的红色浪潮并会出现 不过CNN称 只要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中的遗愿 拜登未来就将迎来可怕的两年 拜登政府的各项立法议程将被共和党阻击或撤销 拜登家人和本人也会受到调查甚至弹劾